短途賽準備 一案貼藍帶 外面飛躍之區上來第二位 最後第三位有刀靈一號 刀靈明珠第四位 最後有馬德利 淺藍衫真誠真義 外面戴面窟那一匹還有飛馳大道 再跟著後面就是這隻無敵灰馬 尾三黃銀徑區 尾一帝豪進區 包了落尾天牆地狗 轉正直路 前面一案佛力 中間飛躍之區已經上來了 刀靈明珠也在追 再看到外面蓋上來的馬 有無敵在大外擋 最出還有帝豪進區 最後二百米 刀靈明珠已經透出 見到內蘭未知 按一按一路捱緊 還有飛躍之區 外面追上來帝豪進區 接近終點 刀靈明珠贏 第二名就是帝豪進區 第三名有黃銀徑區 還有這隻就是按一按 以及這隻飛躍之區 三隻馬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六號馬 這隻刀靈明珠 最後一百米出頭順利贏馬 帝豪進區好後追上來第二 黃銀徑區第三 跑到今天第三場黎地 又突然間又不是你內蝶了 到來明珠全程走外蝶贏 後面衝上來帝豪進區 跑第三 黃銀徑區第四 黃銀徑區第三 第四 看看是否按一按 似乎我一按 還能捱到 六號動贏 最後成為大熱門 三十四元 二答六 也挺冷 七十二倍 對 因為帝豪進區很冷 不是說十分十分很強 希望莫黎拉這十五元的神舟十號 所以莫黎拉都可以幫他打在今天贏馬 對呀 今天暫時Kill都沒有進入過莫黎拉 最厲害的跑第三 到你來 由杜巴贏到你 沙田的泥地 今天看見騎士王也落過飛 對呀 就是在跟你討論的時候 因為的外退出了 這隻刀靈明珠 機會大增 所以騎士王也順便落過飛 終於真的贏了這隻刀靈明珠 不過在數量後面的馬 就不是很排面 即是說排面上 美場日有福好像是一隻排面的馬 其實今天到你來的馬 坦白說都不是太排面 即是這隻贏了 即是他也很冷 他那個騎士王四十多倍 看看你看好第八場哪一匹馬 可以勝出 有五成半的朋友支持神舟十號 另外有三成的朋友支持其他 另外紅英雄和護力非克萊 都很少人支持 黃忍勁區又繼續很準 在泥地那裡 今天有個第三 那隻帝豪進區就冷了 最後就冷了 雖然在泥地遷移的成績都很好 但我們沒有選擇 今天排這個檔位 他沿途說去到最後 還在尾椅 看看他待會怎樣追上來 背著130鎊 起步 但是豪進區也慢了一點 還有一隻慢了一點 就是天長地狗 早段你看過那隻馬得利也有質 但質也不夠外面那隻按了按快 這裡一被人掩蓋就沒有跑了 飛躍之虧偉大想克服外檔 選擇騎上來 但這裡不知是否近來怎樣 CUT到12號 都01號 所以馬得利也有少許受影響 所以馬得利也有最後一個 剛剛那個轉鏡就看不到 只知道他抽一抽 吳家鑽那隻按一按都放得很舒服 但回來了 可能泥地的性能又不及對手那麼強 只能夠跑到第四 嘩 帝豪現在還在外面 在那隻無敵的外面 黃隱敬區反而一直都被飛遲態度少少壓住 這樣 跟著之後開了個洞出來 就衝得更厲害 黃隱敬區 除了一號 青藤的外面 複榜院 排他坐著 跑第一名六號 都令明珠 道人排34 位置排17 跑第二名二號 帝豪進區 位置排54 跑第三名十號 黃隱敬區 位置排19個半 迎仁偉二搭六排722 三門賽六號 二號 十號 四千零九十八 單地排618 為止Q二搭六派216 六搭十排49 二搭十排173個半 跑第三名五號 归在学位 归在学位 归在学位